美国伊利诺伊州55号洲际公路上 一辆黑色皮卡车平稳前进 前后都有警车围追堵截 与此同时 头顶还有直升机追踪盘旋 如此大的阵仗让人不禁好奇 这黑色皮卡中的人究竟有多穷雄几额 举起双手从车里出来 警察们举枪严阵一带 没想到下来的却是一个年于古稀 满头是血的老人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电影《罗子》 他由2011年轰动美国的毒罗案改编而成 看一个88岁的老人如何在人生暮年 成为贩毒集团头号运毒者 鄂尔是个退伍老兵 2005年他76岁 经营着一家农场 一生痴迷种花 种出的喧草花远沁闻名 在各种花卉展上都是抢手货 在他心里没有什么能比种花更重要 包括家人 也因为忽略家庭 他几乎和家人形同陌路 甚至为了参加花卉大赛的领奖 而错过女儿的婚礼 更不用说和妻子的结婚纪念日 在外人眼里 他风趣幽默 出手阔绝 到哪里都是众人目光焦点 但在家人眼里 却是茶无此人 12年后 随着互联网的兴起 传统的农场种植逐渐落寞 若而的农场破产 最后被银行收回 浅散完帮工后 除了一辆破车之外 几乎深无分文 刚好那天外孙女订婚 她来参加订婚派对 外孙女看见她很开心 但女儿却转身就走 自从缺席女儿婚礼之后 女儿已经整整12年 没跟她说过话了 看着她那一车的破铜烂铁 妻子也很生气 这根本就是无处可去了 才来参加派对的吧 答应负责外孙女的婚礼开支 现在只怕是连自身都难保 岳尔不甘示弱和妻子争吵起来 引得派对上众人侧目 岳尔自觉脸上无光打算离开 这时人群中一个小伙子 过来跟她打招呼 闲料中得知岳尔跑过 美国大部分地区 而且上路多年 从未吃过一张发弹 也没惹过任何麻烦 是一个真正的老司机 随后小伙子递给她一张名片 我有朋友赵司机 很需要你这种谨慎的人 想到外孙女的婚礼开支 再加上确实囊中羞涩 岳尔来到了名片上的地点 这地方从外面看 就是普通的轮胎店 但看到里面 那些持乡的墨西哥大汉后 岳尔知道事情并不简单 但她毕竟是上过战场的人 见过不少大场面 倒也面不改色 应对自如 看着岳尔老太隆忠的样子 几个壮汉还有些惊讶 但发货时间紧张 也来不及换人了 对方把货装车之后 递给她一个手机 告诉她只准接不准打 会有人短信通知她交货地点 而她只需要把车开到指定地点 钥匙放在车里 过一段时间再回去 报酬和钥匙都会在车子的储物箱中 最后他们警告岳尔 不要好奇往袋子里看 虽然岳尔知道运的货不一般 但她只打算干这一次 也不在意运的到底是什么货 一路上都很放松 听着歌 欣赏着窗外的景色 就像过去天南海北给人送花一样 轻松到达了交货地点 按照指示 她果然在车里找到了报酬 钱多得超乎她的想象 足够支付外孙女的婚礼酒水钱了 任务完成得不错 对方邀请她继续干下去 但岳尔打钉主意见好就收 这一次她总算能在家人面前扬眉吐气了 西装笔挺大出风头 妻子和女儿在一边 却面色沉重 岳尔有意与妻子和好 但妻子却早已对她失望透顶 问她为什么会如此痴迷那些花卉 以至于多年来对家人不闻不问 岳尔却回答 她们美一直都独一无二 只绽放一天就相消欲允 值得我付出所有时间和精力 妻子说 你的家人难道就不值得吗 岳尔牙口无言 被妻子憋得一心火 萌生了赎回农场的想法 可吸钱不太够 倒是能换一辆新车 于是她开着新车 打算再跑一次运输 把农场赎回来就不干 上次任务完成得不错 这些状态们对她态度好了不少 送的货也比上次多 她也不好奇所谓的货是什么 反正这是最后一次 不如抓紧时间享受旅程 第二次运货的报酬更丰厚 不仅赎回了农场 还足够自己安住外面 无视一身轻的岳尔来到老兵俱乐部 打算喝两杯 却发现这里遭了火灾 但他们没钱处理 也许很快就要关门打击 于是岳尔打算跑第三次 由于前两次合作愉快 彼此很快熟络起来 撞小伙们甚至亲切称呼她为老蝶 还叮嘱她路上注意安全 这次货物包裹更大了 途中恶尔有些不安 终于忍不住打开了后备箱 还一整包的白色夸转物 让她直呼要命 赶紧拉上拉链 这时身后突然出现一名警察 询问她是否需要帮助 恶尔淡定自若 很快就糊弄了过去 但要命的事 货物引起了警犬的注意 毫无所觉的警察回去安抚警犬 恶尔一头冷汗 想要就此开溜 但撇到车上的药膏 忽然有了好主意 她假装对狗很感兴趣 趁机把刺激性药膏抹在警犬鼻子上 盖过了别的味道 一场危机就此花解 感受着纸袋中沉甸甸的分量 虽然知道这是犯罪 但来钱太容易了 恶尔开始迷恋这种感觉 这些钱足够老兵俱乐部重新开起来 晚会上她再次成为全场焦点 就像多年前一样 这种万众瞩目 众人吹捧的感觉 让恶尔很受用 有人说溜冰厂也需要整修时 她二话没说硬撑下来 再次开车上路 就算知道车厢里装的是什么 她也毫无压力 哼着歌像送花一样 把每一次的货安全送搭 货越来越多 钱袋越来越古 恶尔彻底挨上了这项工作 像她这种给犯罪集团运货的人 一般被称呼为骡子 没多久 恶尔也在集团中小有名气 老司机从不失手 这次他们又有一趟重要的货 一百多公斤 决定交给这个最稳妥的骡子来干 为确保万无一失 独老大还派了两个人全程监视 让他在指定时间内把货安全送到 这个黑胡子并不信任恶尔 还在恶尔的车里藏有录音笔 他们全程谨慎地跟着恶尔 但一路的所见所闻 实在让两人大跌眼睛 恶尔好像忘了送货这件事 反而像是自驾游一样 开心地哼着歌 心情轻松 愉悦不说 中途还帮别人抛锚的车子换轮胎 完全无视独老大提的那些要求 监视的两人在后面看得心惊胆战 晚上几人在旅馆休息 一路上黑胡子都十分谨慎 生怕出什么问题 但恶尔经历旺盛道让人扎舌 甚至还招来两个女人陪睡 毫不在意货会不会被人发现 随后因为修路 原本的路线走不了了 恶尔不打招呼就抛开两人 直接开到了交货地点 按规定罗子是不能来到这里的 这让交接双方都心惊胆战 但好在货安全送到 一路担惊受怕的黑胡子爆发了 气急败坏地给多老大打电话 说要宰了这个罗子 路上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完全不听指示 但独老大却很欣赏恶尔 认为他更改路线 行踪不定才不容易被人发现 毕竟谁也料不到他下一步会在哪 黑胡子只能继续陪着恶尔送货 路上依旧不听劝告 享乐为主 不知道他是胆大心细 还是真的毫不在意 恶尔还拿自己过来人的身份 劝他们轻松点 像自己这样多找些乐子 面对警察对黑胡子歧视性的为难时 他三言两语化解了紧张局势 甚至打开后备箱拿东西贿赂警察 完全不害怕货物暴露 这一幕倒是吓得黑胡子差点拔枪 但所谓伸手不打笑脸人 一路上有惊无险 慢慢地他们也适应了恶尔的运火方式 与此同时 美国毒品泛滥 但警方查获的量却越来越少 这引起了警方注意 他们从华盛顿调来金牌击毒警被辞 希望能遏制住这股毒风 现人传来情报说 贩毒集团新来的罗子代号老爹 每月最低运货量在100千克以上 芝加哥的货物基本都来自于他 警局却只能查到5000克 就算他们知道老爹的运货路线 以及运货的是黑色皮卡 却从未捕捉到过老爹的踪迹 任谁也想不到 这个惬意的像是在旅游的白头老人 后备箱里会装着100公斤的货 警察激毒如火如荼 厄尔运货有条不紊 一时间他在警方和集团都名声大噪 在一次运货200多千克后 一跃成为集团的头号罗子 独老大甚至亲自接见了他 厄尔毫不切场与之谈笑风生 在满视年轻人的舞池中也不落下风 精力旺盛到与两个女人雨水之欢后 还能再给黑胡子一些人生建议 轻轻松松就能赚到大钱 厄尔很享受这样的生活 闲暇时间还能参加一下外孙女的毕业典礼 但警方这边却愁云散淡 案子毫无进展 头号罗子抓不到 毒品一直源源不断涌入美国 不过很快事情就有了转折 贩毒集团内部争斗激烈 独老大被干掉 新老大上位 这对厄尔来说有点糟糕 因为新老大不吃他那套 要求必须按计划进行 不许有任何偏差和借口 看着他们后备箱里的尸体 和身旁黑胡子的吉利暗示 厄尔知道他们是认真的 警方在老爹必经的那条公路上 布下天罗地网 一次次蓝亭有嫌疑的黑色皮卡 谁也没怀疑过80多岁的厄尔 一无所获之后 现人传来新情报 他们当晚会在一个旅馆过夜 但即使精确到如此地步 警方也没能抓到老爹 他们很轻易地就将厄尔排除 最后锁定了一个暴躁的直将状态 在抓捕嫌疑犯前 厄尔甚至跟警探被刺搭讪 不过对方什么也没察觉到 抓捕行动很顺利 但结果显而易见 而此时老爹厄尔已透过窗帘知晓了一切 第二天两人在餐厅相遇 看到贝茨因为追捕孕读者 而错过了妻子的结婚纪念日时 厄尔又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 劝告贝茨要多为家人着想 工作再好只能排在第二位 家人才是最重要的 我当年一心扑到工作上 导致女儿12年没跟我说过一句话 看着老人满是懊悔的脸 贝茨还心怀感激 丝毫没有发现什么不对劲 上路没多久 外孙女打来电话说妻子病危 没有几天可活了 让她赶快回来 但厄尔现在不能随意改刀失联了 否则其老大不会放过她的 听到厄尔拒绝的话 家里唯一对她有些好感的外孙女 也倍感失落 厄尔心中很纠结 思索再三后 还是抛下了任务 看到她 妻子和女儿都很惊讶 望着床上奄奄一息的妻子 厄尔终于有些后悔 向她道歉 妻子说你活着就是为了出去 外人得到了一个风趣迷人的你 但留给我们的 却是一个迫不及待要出去的你 厄尔坦白本来只是想证明自己 可惜直到现在 她才明白家人才是最重要的 厄尔决定陪妻子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 妻子问她怎么突然那么有钱 厄尔说我车里有三百多公斤毒品 妻子不相信 但却告诉她 另一边警局和贩毒集团的人 找她找得人羊麻烦 警察没在交货地点蹲到老爹 毒贩电话短信都联系不上厄尔 厄尔不为所动 打定主意要和妻子度过最后时光 临终前妻子告诉她 参加完葬礼后 见证了厄尔改变的女儿 主动邀请她一起过感恩节 虽然嘴上答应 但厄尔很清楚等待自己的会是什么 果然再次上路后 她很快就被毒贩给找到了 当得知厄尔因为妻子去世才失联一周后 赵汉们倒也有些同情她 给新老大打电话求情 担心关上人三把火 她现在急需树立微信 最后答应让厄尔送完货后再次 而这次警方通过监听毒贩手机 精确锁定了厄尔的位置 听着头上直升机螺旋桨转动的声音 她几乎能预想到自己的结局 所以看到前方拦路的警车时 很快束手就紧 警探贝茨一脸惊讶 原来是你 看着厄尔一身西装 贝茨问她去干什么了 厄尔回答 刚参加完妻子的葬礼 虽然妻子不在了 但她很幸运 能陪妻子走完人生最后一生 而因此全家人都原谅了她 包括12年没说过话的女儿 贝茨也真心为她感到开心 厄尔问 是我害你错过纪念日的吗 贝茨笑了想没说话 这个老头才是最聪明的人 想到自己这一年的折腾 她不觉有些好笑 法庭上律师为厄尔辩护 退伍老兵年迈无助 被贩毒集团威胁利用 但厄尔却当情认罪 拒绝辩护 和女儿们告别那一刻 她才发现 先可以买来任何东西 却买不来时间 等她感受到子女绕席的欢乐后 才发现自己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但好在监狱里 还有自己最爱的宣草花 罗子是2018年上映的电影 根据2011年 美国真实发生的案件改编而成 豆瓣评分8.3 真实案件中 厄尔被捕是87岁 运毒时间已长达10年 相较于别的罗子 每次只敢运5公斤左右 厄尔则是100公斤起步 仅2010年就拿到100多万美元提成 和电影结局稍显不同的是 现实中的厄尔以老年痴呆为由 背叛了三年 但只服刑一年 就因健康状况活适 于第二年去世 本片由克林特·伊斯特·伍德 自导自演 值得一提的是 拍摄本片时 他已经88岁了 看到这里不由肃然其境 只希望80岁的时候我还开得动车 整部电影看下来感觉有点复杂 厄尔这个角色 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 可能都算不上好人 甚至有些行径 还能担得起一句老混蛋 一辈子都随心而活 毫无责任感可言 年轻时爱花养花 为那些娇嫩的花付出一切 在外享受无边自由 连女儿的婚礼也不参加 直到一无所有才想起家人 自然不被妻子和女儿接受 后来明知犯罪 还是靠孕毒发了大财 并以此重获家人和朋友的尊重 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 基本上没有什么道德底线 但另一方面 他的某些特质却让人羡慕无比 不管世界如何变化 始终坚持自己 孜孜不倦地追梦 一直到老过的都是自己想要的生活 这种因内心满足而产生的愉悦感 让人不由羡慕 但很少有人能做到他这样 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能抛下一切责任与底线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光影二三世 治愈你的时光 别忘了点赞订阅打开小铃铛 我们下期再见